有不一样,因为居床是靠卖票,售票 所以呢,你快演完了 最紧张的要停下来 这样大家才会买下一张的票 那庙会就是可能演两天三天就要演完了 以后免费 所以大家开始发展各种武侠戏 还有特别的戏,很紧张的戏 变大,音乐变得很紧张 所以台湾的金光布袋戏 其实是从这边发展出来的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展 那台湾现在有三百多个布袋戏团 那我们这个小的团 可能只有十几个 大部分在北部,南部 就是金光布袋戏 越疯狂也好 所以舞台很大,偶会爆炸 整个舞台会烧起来 什么疯狂的效果都有 所以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台湾文化 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的一个偶西文化 那这些比较有名的偶师开始出唱片 所以就是五六零年代已经开始有布袋戏的唱片 为什么有唱片 因为布袋戏像一个镜子塔 最好的团在上面 但是下面团 最简单的团就是一个师傅 他有一套偶 我们大家看过一个卡池上的那种舞台 那他放大士的唱片 以后他自己就要动偶 以后大士就后面再讲话 所以这个为什么有那么多 这个是郑武雄也很有名的一个金光布袋戏演员 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个时候的唱片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copy大士 当时完全没有任何班权的 我们布袋戏基本上没有班权的问题 那为什么台湾的偶戏跟整个亚洲都不一样 是因为有电视布袋戏 那电视布袋戏是其实很早就开始 就是1960年那个时候已经有电视布袋戏 但是是讲国语 当时台湾电视不准讲明南话 因为就是政府就是在推广那个国语 电视上真的有半个小时的台语 但是那个时候开始有黄军雄开始有 那个黄军雄开始有素养文的故事 对 那就变成红到不行 这个虽然看起来他的表演真的很简单 但是非常非常红 所以整个台湾不管是本身人或是外身人 大家都在看布袋戏 反正下面也有字幕 所以听不懂还可以看得懂 所以虹洞到还是70年代中就被暂时被禁止 禁止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是非常怕台湾的这个本土运动活动 台湾本土文化太起来了 所以政府一直到 我第一次来台湾大概25年前 这个还是正统的 政府就是那南部那些都是不好的东西 金光布袋戏 这个是中国文化 另外是方言跟本地文化 这个被禁止 但是已经红到不行 所以黄军雄在户外表演 有一些尝试有五千多个人来看布袋戏 不是看布袋戏 因为舞台根本看不到 只是听布袋戏 因为他的声音非常好 那这个布袋戏被禁止 是当时的新闻军长黄军雄 呃 宋楚瑜 宋楚瑜 我没有宋楚瑜的照片 但是后来宋楚瑜一直跟布袋戏偶 一直讲台语 所以很好玩 我更加戏